Lilbert 提供 來,老師這邊要介紹一下磁線和圓之間關係 就一個圓本身而言 一條線畫過去時和圓的關係有幾種?有三種 第一種,這條線畫過去時和圓交兩點 第二種這條線畫過去時和原告解案交一點 第三種這條線畫過去時和原告解案沒交點 那要怎麼去判斷到底交兩點還是交一點還是沒交點呢 其實很簡單 麻煩你把原心到這條直線點限距離算出來 把原心到這條直線點限距離算出來 把點限距離算出來 算出來次段距離高等於半徑的時候 這次的解案交一點 交一點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什麼相切對吧 假如說次段距離太小了比半徑還要小 可見這條線畫過去的解案交兩點對吧 其中交兩點我們在數學上把它稱為什麼相割 因為這條線把這圓割成兩塊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一交兩點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做相割這樣行不行 好如果說次段距離太大比半徑還要大跑到圓的外面去了嘛 所以說這時候有沒有交點沒有交點 所以說這種時候這時候這種現象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什麼 相離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判斷圓和線的關係很簡單 你就把原心到直線距離算出來去跟誰比較 跟半徑比較 剛高等於半徑時這時候會相切交一點 比半徑還要小在圓內畫過去 這時候會相割交兩點 只要次段距離比半徑大跑到圓外面去了嘛 這時候會相立點啊沒交點這樣可以嗎 好緊接著下來老師後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麻煩你判斷一下這圓和直線的關係 這樣行不行 來怎麼關係很簡單 你就把原心到直線距離去跟誰比較 跟半徑比較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煩你看到一個圓先把原心和半徑算出來 這是標準四馬 令它為0令它為0 原心四起2-3 半徑呢 把9開告四起3 這樣行不行 第二件事情 麻煩你把原心到直線點 線距離算出來怎麼算 點線距離四起根號A平方加上B平方 3平方9加上-4平方16 分支絕對值 把這原心坐標S用2代 我要用-3代再進去 6加12-3 算出來5分之幾 15 可見次段距離四起3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時老師可以知道一個現象 誒 次段距離剛好跟誰一樣 跟半徑一樣 所以說這時候圓和信會怎樣 相切交一點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到這邊麻煩你先把這個觀念給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他說這邊一條線 這邊一個圓 他說這線和圓會怎樣 圖形會相交 麻煩你求K的範圍怎麼算 麻煩你第一件事情 看到一個圓 自動自發 先把原心和半徑找到 告訴原心四起 零零 對吧 半徑呢 把二可以開根號四起 根號二 想行不行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去想像一下 這時候 磁線和圓 他們圖形會相交嘛 所以說你這時候去想像一下 我畫一個圓畫出來 這條磁線畫過去 會交到永恒 需要會交到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原心到實現自斷點 線距離 基本上會小於多少 半徑 這樣行不行 但是你聽好 因為題目只有說相交 他有沒有說交兩點還是交一點 有沒有說 沒有說 所以說自斷距離除了小於之外 也可能等於嘛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因為交兩點的時候 自斷距離會小於半徑 交一點的時候 自斷距離 也可能等於半徑嘛 而題目只有說相交 有沒有說是交一點還是交一點 有沒有說 沒有 所以 都有可能 對吧 所以說自斷距離可能小於 也可能等於半徑 這樣行不行 所以我麻煩你 把這個原心到實現點 限距離 把這段點 限距離算出來 怎麼算 麻煩你點 限距離公式 是根號 A平方加 B平方 對吧 A自己 1 B自己 1 所以 根號 A平方加 B平方 分支 絕對值 把這點做到帶進去 A使用0代 我用0代 0加0 加K 行不行 這段距離 會小於等於半徑四季 根號2 寫到這邊 除了可不不一怪 一怪變什麼 乘的 根號2乘根號2四季 2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K的角度值 小於等於幾 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K 會介入2到幾之間 負2之間 這樣可不可以 K號 麻煩你 先把這邊整理一下 這是標準做法 行不行 老師等下要介紹一下令解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先把這個方法 把它整理一下 OK 好 我們剛剛介紹過 設計的標準做法了 再介紹一下令解 這邊令解 老師先講清楚來 這邊令解 並沒有比較快 甚至等下 老師再解令解的時候 甚至以設計來講 這個令解 會比較麻煩 只是後面有些題目 會用到令解 會比較好算 所以說老師這邊 用這一題 把兩種方法都教給大家 現在了解老師意思是吧 那單單以這題來講 用這個方法會比較好 那會教大家令解 是因為後面有些題目 用這個方法會比較好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故意 把這一題用兩種方法 都呈現給大家 這兩種方法都可以 這樣行不行 OK 那怎麼去算 你看一下 他說這條直線 和這個圓 圖形有 圖形 相交 什麼意思 換句話說 他說這個直線 和這個圓 有交點嘛 老師想請問一下 兩條直線交點怎麼算 把兩條直線抓起來 怎樣 連立 所以說連立可以求交點嘛 所以說回到這一題 所以直線和這個圓 有交點 對不對 所以說我就把這兩個抓起來 連立 去求交點 這樣行不行 好 怎麼連立 麻煩這時候有兩個位之數 有沒有看到 我用代入消去法 好不好 把Y用幾代 Y用-S-K 把這樣 帶進去行不行 所以得到S平方 加上 副S-K平方 等於7 2 這樣行不行 之後把這平方乘開 得到S平方 加上2KS加上 K平方 是出來了 把它整理一下 得到2S平方 加上2KS 再加上 K平方-2 等於0 這時候得到一個 一元二次 翻成4 有沒有看到 好 題目強調 他說這兩個圖形 相交 也就是有交點 所以說我們去連立的時候 可見告訴我 這時候算了這邊 因為有交點 可見這XS有沒有答案 有嘛 所以說也就是對這個翻成4而言 這個XS會有10根 對吧 可不可以 因為連立可以求交點嘛 那題目已經告訴我 相交的確實是有交點 可見連立的時候 這個XS確實可以算出答案 可見這XS一定會有10根 對吧 因為題目說了嘛 因為題目說了嘛 他說相交嘛 有交點嘛 所以連立之後一定會有答案嘛 所以說這時候有10根 那對這翻成4而言 它是一個一元二次翻成4 有10根 可見判別式 並翻減4AX會怎樣 大A等於幾 0 對吧 因為題目並沒有說是交兩點 還是交一點嘛 所以交兩點會有兩個10根 交一點會有一個10根嘛 所以說不管怎麼樣 總而言之 有交點就是有10根 可見判別式可能大一 也可能等於0 這樣行不行 所以判別式是幾 B平凡 4K平凡 減掉4AX 4乘2 8 8倍的K平凡 乘2 大A等於0 所以把負8給乘進去 變成4K平凡 減掉8K平凡 加16 大A等於0 相請得到負4K平凡 加16 大A等於0 把1過來 可見4K平凡 小A等於16 算出來K平凡 小A等於幾 4 不管大A等於7 不敢大A小A 先看什麼 等於 等於 K平凡等於4 可見K次幾 2或負2 小H中間 可見K 接2到負2中間 這樣行不行 你看一下 答案有沒有一樣 一樣嗎 換句話說 好 我們這邊 除了用圓方程式 圓線到直線 點線距離小A等於半徑之外 我們可以用聯力的觀念 好不好 去把K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 到這邊 麻煩你把這個 把這個做法 去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 他說這個圓 與A軸相切 求K的範圍 你觀察一下這個題 他說圓與A軸相切 老師想請我們一下 就這個圓而言 圓心好不好算 不好算 半徑好不好算 不好算 這時候相切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圓心到A軸 這段點線距要等於幾 等於半徑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圓心不好算 半徑也不好算 我還要去算圓心到A軸 點線距離也不好算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 雖然題目說用相切 但是這題用圓心到直線距離 等於半徑時 這題用這個觀念好不好算 不好算 那怎麼辦 所以說這題我們轉換一個想法去 來老師想請我們一下 今天有一個語言 什麼叫A軸 A軸叫Y等於0 對吧 誰不說相切 什麼意思 相切可見 這兩個會怎樣 交一點 有沒有影響 那老師想請我們一下 兩條直線交點怎麼算 把兩條直線抓起來連力 相信不行 所以說既然這個語言和A軸 對吧 會相切 可見這兩會怎樣交一點 我乾脆就把這兩個抓起來 連力 去求他們交點 是不是就好了 那連力時不要客氣 直接挖用起來 0代 以代進去時 變成一個 一元二次翻乘4 變成S平方加KS加9 等於0 對吧 好 麻煩去把AKS把它算出來 但是這次要算AKS 老師可以知道 因為提莫說相切 所以說這時候交一點 可見對這個翻乘4而言 它AKS只能有一個答案 對不對 因為AKS如果算出兩個答案 就交兩點了嘛 可見這時候AKS只能有一個答案嘛 可見對這翻乘4而言 它AKS會怎樣 有兩相等十根 對吧 也就是只能解除一個答案嘛 對這個翻乘4而言 有兩相等十根 可見它的判別是B平方-4H要等於幾? 0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B平方 K平方 減掉4H 減掉4乘1乘9 36 會等於幾? 0 算出來 K就等於幾? 正負6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OK 到這邊 麻煩你一件事情 去把怎樣 把這題觀念 去把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